花蓮人最关切的捕风养鸡场设置案 虽然捕风企业5号上午宣布 暂停花蓮设厂的计划 然而玉璃正代表吴朝城 5号仍然强烈的直询政工所 吴朝城尤其是针对已经完工建制的 大鱼场周边的农地也都一并的被购买 后续是否会设同样的厂 强烈要求政工所要严格的把关 不要葬送玉璃正优质的农业以及生活品质 在花蓮人立抗浦风来花蓮设养鸡场之下 浦风企业今天下午宣布暂停花蓮设厂计划 让人花蓮人反浦风的心并未退让 玉璃正代表吴朝城 针对了已经建制完工的大鱼养鸡场 即便非浦风企业单人提出质询 我是觉得啦 你不要说最新的浦风这一次 因为它的规模太大了 引起很大的关注 大家要冷静想一想 不单单花蓮县 甚至全省彰化云林 其实洋鸡场特别多 不受欢迎 在西部也是不受欢迎 可是他们也不是违法 我讲这句话不是替他们 就是站在他们那一边 正代表吴朝城 进一步指出 大鱼养鸡场周围的农地也全都被买了 业绩度关注后续是否也同样作为设厂之用 要求真空所能严格监督把关 不要让送玉林优质的农产业与生活环境 我们担心的就是那个周遭的 周遭农地 周遭农地 仲介牵线 然后那个也是被养鸡业买走 我们深怕 深怕说 那个如果在设二厂三厂的话 将来大宜的 这个好山好水的农村 以后就被养鸡串业去 对于地方的污染 全程度 可想得知 政长蔡丘龙 这多的企业厂商并非违法设立的产业 期盼乡亲民众能冷静以对 充分沟通讨论彼此的意见与立场 在代表无超成 则要求政工所后续面对各项重大申办案件的审查 能更加谨慎把关 一切资讯都能公开透明 不要等到牧已沉舟才亡羊补牢 也勿继于事 记者石玉兰 预理阵采摹摹摹摹